大家好,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三 昨天是星期第一日,所以谈谈移动股 接着第二日,一定会出个严谨声明 因为最近骗徒都很活跃,不用说了,十几亿的骗案都已经知道了 或者是名骗,就是一个骗,暗骗 所以第一件事,我是一直没有搞这些事情 如果看到有些事情,又说是什么什么 除了最近的二卖茶饼,二卖茶饼很简单 最重要是联络到学生辅助会 是他那里才卖的,其他地方不是卖的 所以钱只去学生辅助会就对了 不要去其他地方做 这些骗徒一定是这样,你都会拼命的 所以这点需要好留意 是有怀疑的,大家是一百二二,这个旁片二,热线 好了 那我们看看北水 北水呢 这二十天来说,慢慢到这里 流入的量,虽然是有 不过似乎就是 哎呀了 这个需要是继续,还要迟些 起码要保持平衡 不过你没有发展,最近这几天 一直去到下个星期才会有北水 希望在礼物礼物之后 北水上回来 这样才可以有到好的发展 将会是 再其次呢 我们看看 今天 没有了,又再跌 板败只涨得很少 只剩下半导体 农业产品,黄金等也涨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那跌呢 最主要就是 昨晚美国是大跌 那美国的大跌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留意的 就是美国今次真的可能是 凶的了 大家应该留意一下 明天有篇文章讲一讲 今次可能会凶的 凶的最主要就是一个政治危机 好了 再去歧视再看看 未得住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先 个别的股票方面 现在呢 凶股基金 之前那天都是跌的 今天又再跌 腾讯又跌 阿里巴巴又跌 唉 什么都跌 美团方面 就是创办人那些 都是要沽货 很简单 一定是这样 有帮保险 最初会可以 因为 这个是国内人 来到买保险多了 要留意的就是 中国有些内银股 是开始企稳了 中行 现行 公行 在这点里面来说 是需要留意一下 即使说 在这个是 银行业内银 如果企稳的话 就是很多所谓的 金融危机 就可以暂时换一换 我不是说会完全撇走 是暂时换一换 对 之后折后的市场 中国A股 是有帮助的 好了 跟着说完这儿 之后 我们看看 可以留意什么呢 第一 留意财险 财险 为什么可以 还未说 还未得住 先说回恒生指数 先说回恒生指数 今天呢 没理由这样报 恒生指数 应该今天也跌的 不 这个不要理他了 总之今天跌了 不要理他了 我想这个图 可能是 captured 了 那 咦 看看是什么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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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慢慢升上来 找回日线图 便跌了 不过这个跌 已经开始跌幅收窄了 有条件是在哪里呢 就在这些位置 168度 168度 这些地方 可以有望 是可以站得稳 还未完 还要等跌跌 可能是168 这些地方可以站稳 没问题 到168就已经好 然后要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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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就是中国财严 中国财严可以立刻留意 因为它首8个月的保费收入增加了7.7%